大家好,我們先來看看秘密爾與奎爺的對話內容 好的,這場比賽並不是戰神系列出現的 早前有人跟我講可能是指針人快打9 因為奎爺是PS3版獨佔人物 但就秘密爾提到的人物來講,還是不太符合 更符合的是2012年發售的PlayStation明星大亂鬥 是索尼致近人天堂明星大亂鬥而製作的遊戲 然而銷量表現不勝理想 索尼更因此解散開發團隊 PS3與PSV版加起來也僅是在發售半年後達到100萬左右 在銷量上的失敗,也算是個黑歷史了 但本作仍有不少粉絲眾所期盼能夠多二代 有些人認為現在索尼有更為堅實的IP陣容 如果能夠充實內容,未必會比任天堂明星大亂鬥差 戰神系列作為索尼第一方遊戲 會提到這個彩蛋,是否表示大亂鬥去做有望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一次步驟